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11月2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美国签证的通过率似乎是越来越低了 签证官的手也越来越紧了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美签申请当中 做假的人越来越多了 各种假材料,各种假的形象层出不穷 让签证官也是大开的眼界 然后做假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签证官受骗的多了也变精了 对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像是造假的 每一个人都在说谎 所以手也越来越紧,拒签率越来越高 那在美签申请当中 做假的人越来越多 谁受害最大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些条件普通 属于可过可不过的申请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是本身就打算做假了 本身你所有的形象都是打造出来的 或者说的好听一点 都是包装出来的 那其实你是无所谓的 反正一样是做假吹牛嘛 顶多就是把这个牛再吹的大一点 把这个泡泡再吹大一点 以前是公司白领 现在就变成霸道总裁了 以前是家产百万 现在变成家产千万 以前有一两套房 现在有四五套房 七八套房 反正就把牛吹的大一点而已 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本 无所谓 过就过 不过呢 本来也是应该的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那些条件特别好的 其实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有些东西啊 真的是假不了的 比如说你的学历 你真材实料 学出来的学历 你去过很多国家的出境记录 那些签证 那些出入境章 是造不了假的 还有呢 就是你的婚姻状态啊 这个还是比较严肃的 还有呢 就是你因为条件比较好啊 浸润出来的良好的谈吐啊 沟通能力 这些其实是造不了假的 签证官也是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的 那无论整个情况是怎么的混乱 你条件特别好 也是能够稳稳的过美签的 那最倒霉的呢 就是被拖累到的 就属于条件不上不下 签证可过可不过的那些人群了 那相对而言啊 一方面是条件特别好的 另一方面呢 是做假的吹泡泡 吹出来的那些条件比较好的 那这一部分人呢 相对而言啊 就显得不那么亮眼了 对于签证官来说 他审批的预值也相应提高了啊 看起来好像都是条件好的 那你这个一般性的 就是比出来的嘛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对吧 就像以前啊 可能十年前申请美国签证 你只要去过东南亚 去过新马太就OK了 那后来呢 就渐渐的还需要再加上去过日韩 再后来呢 光去过亚洲国家不行了 你还要最好去过欧洲国家 比如说去过英国 那再后来呢 觉得英国的签证也太容易拿了啊 你还最好去过欧洲深耕地区 那最好呢 再加上澳新之类的 等于这个出金记录这一块呢 一直在加码啊 一直在提高要求 以前呢 比如说十年前啊 申请美国签证 你有个大专的 正经的大专学历 就可以了 就可以满足签证官的要求了 那后来呢 就升格到啊 需要本科了 但后来本科都觉得一般了 最好是985211 或者清北的本科 或者需要硕士博士之类的 在这个学历方面 也一直在水涨船高 那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商务签啊 以前商务签申请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美国的公司出一个邀请函啊 看起来还算正常的 就能稳稳的通过 那后来呢 商务签就被造假的人群发现是一个劲道 然后呢 就进入了造假的高潮啊 各种假的邀请函 假的访问公司啊 各种身份 全都是假的 成为美国签证造假的重灾区 那这下呢 商务签这条赛道啊 就彻底被搞烂了 你去申请商务签证啊 甚至就起上了反作用 你一递上你的商务邀请函 签证官没吐一咒 就觉得你肯定是个假的啊 这么多人 审了这么多人 全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啊 问对方名字也不知道 自己公司在哪也不知道 做什么的也不知道 全都是假的 那你这个商务邀请函 商务出行 即使是真的啊 他也觉得是假的 就变成一个反作用了 然后呢 就直接咔嚓 给拒签了 他发现申请商务签 一律先当假的来处理 除非你拿出重重证据 你这个舌战莲花 说服签证官 他才给你通过 所以呢 真的就是这个造假的人越多啊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受害是越大的 那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抵制啊 每个人都是起着其中一小部分的影响 但是呢 雪崩的时候 每一朵雪花都可以说不是无辜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还是尽早尽早尽早申请美钱 在这个赛道被造假的人彻底搞烂之前啊 尽快的拿到美国签证 尽快的冲过去 比如说像是隔壁加拿大移民的那些通道啊 都一个一个的在关门 其中呢 造假人士也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像臭名昭著的互助担保 SUV 比如说像是美国这边的这个庇护申请啊 基本上90%以上都是假的 这些呢人家被骗的多了 再傻的人也知道啊 学聪明了 然后就把这个门给彻底关上了 像是雇主担保 像是SUV都在关门 BH呢 人家基本也不会听你这个一面之词了 知道你们都是编出来的 都是跟这个律师合着火 编出一个听起来很可怜 很催人泪下的故事 实际上呢 压根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甚至就连向这个走线到美国这条路啊 也基本已经被走烂了 那你看现在路上都已经被层层关卡 万一川普上台的这条线基本就被彻底斩断了 所以呢 尽早是王道 还有呢 就是当然如果你实在没有选择的话 就同流合污吧 当然这条路 罗宾大叔是不提倡的 我们无论是申请美签 还是去移民 最好还是以诚信为本 体现自己真实的信息 反正能过 我们就过 过不了 再想想别的办法 还是合法合规 是最稳妥的 尽量不要造假 万一被发现呢 以后你一旦有这个记录 你再要去走其他的通道 无论是申请五眼联盟的旅游签证 还是想移民到五眼联盟的国家 都是难上加难了 有这个造假的记录的话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马努阿图绿卡 马努阿图永居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